大家好,我是少英磊瑞协会农业会长黄炎 今天我的成龙大讲堂是讲一个 微笑高末尔柬埔寨的吴哥骨为主作品 其实我们小学会是举办过三次的柬埔寨吴哥骨的摄影团 但是近期就比较少做这个柬埔寨 因为到后来我们去到吴哥骨 他们的管理层是有些问题的 我们去拍摄,他们有很多柬欄 又说你们没有了摄影证 要申请摄影证,要给很多钱 否则不就不让我们带无地去铺 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少去了 因为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以前初初的时间去是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是拍得很开心的 尤其是我第一次 梦想看到吴哥骨这个古迹的地方 已经很想去 去到真是叹为观止 所以如果你是想去旅游 拍摄一些写实的题材,风景实材 不摆拍的,你们可以去 可以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些少不同 因为以前摆拍,我们也在沙龙的角度去摆拍 也拿了很多奖 不要说这些 但是我现在给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在吴哥骨拍到的作品 金边也有 金边是一个大城市 飞机一定要去金边 比方许如金边要去吴哥骨的车 就是要坐4小时的车 要坐4小时的车 就挺辛苦的 也挺辛苦的 但是值得 这个真是很有艺术的吴哥骨的凋数 有这么多年 他们建立的往朝 真是叹为观止 我也觉得梦中向往 真是值得 现在让大家看看吴歌佛美丽的美丽领 最重要的是巴庸子 那些皇帝就算过了身 他们也葬在巴庸子 巴庸子日出很美 这个位置在巴庸子中部的时间前景有个水池 有时有河花 那些水池会有导演 日出的时间照着金色 有时早期在冬天可以拍到红太阳 夏天一出就不行了 夏天一出来就很光 根本我们上映这张有太阳导演的巴庸子 真的要很早霸位 因为游客 无论是摄影街游客 他们都是要去这些地方去看日出 比较一迟 你想找一张座子坐在那里 等日出也等不到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柬埔寨风光的地标 这张就是冬天去日出红夏的时间 红夏一出 我们就拍到这张 华的云草 好像有金边出来 金边云下 太阳未出的时间就拍到这一张 这张座子就拍到这张座子 这张座子就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也是吴哥子 吴哥子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四面法 这个石刻的雕塑 你去到那里 你会感觉 哇 那些石 每一件都很大小的石头 一路砌上去 几吨亿一块的石头 你说如何运到这个地方去 这些寺庙 当时人的物理真的很厉害 人根本抬不起那些石头 直接原装一块一块 运到这里慢慢堆砌出来 所有这些字尾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你来到这个位置 四边大大小小的四面法围住 这个四面法还有一个 令到吴哥哥是最多人认识的 就是一个叫做微笑的高棉 叫做高棉 这个高棉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以前 其实 很多年前 被大小小被盖过 没人知道 后来一个法国的旅游者 去到 就 看到 原来里面 这么多这些 于是发掘出 吴哥哥 出来 你看到里面 很多个 每一个石柱 都是四面都有佛像 所以 四面佛 你要留意一下佛的表现 全部都笑容 无论 側面正面 周围看 都是笑的 笑的 微笑的 那就是因为这样 其实很惨 金边的时候 被人统治 杀了很多 金边人 真是灭种 就是 黑历史 我不说那些 现在就OK 但是 它令到这个地方 当时打仗 有很多 埋下 很多地雷 很多兵 民众 都是因为 弄足地雷 挥手挥桥 这是很惨的历史 现在 这二三十年 开放了旅游区 生活自在 比较好 但是 在金边 都是很多 贪污 这四十年 的事情 发生 所以 挺麻烦的 这些 四面佛 真的 雕塑得很漂亮 在这个四面佛 这个寺庙 入口 经过很多 楼梯 里面 沿途一进去 就有一些 神灵 就在那里 因为它在佛寺里面 很多 一个洞 一个洞 再进 一层一层 就是石柱 所以我们拍这些 就很好拍的 口图方面 很深 前面 四方 后面 四方 再后面 四方 如果沙龙上去 真的很好摆 你的立体性 是很高的 加上 你将来看光 在那里来的光 一路沿途旅游 这里的通黄城 通黄城之路 你看到很多 这些大武士 每个人都很高大 可惜 每个人都被斩了 斩了 可能做了富贵人家的代表 他买了回去 被人抢了 他脚了 他脚了 脚了 用来做装饰 你看到 真的很可惜 气势磅 这个 凤凰城 之路 守护王城的卫兵 没有被人抢了 好像现在 没有几个是完整的 全都是残缺的 全都是残缺的 但我们很好摆 这个 吴哥挖 其实 除了佛像的寺庙 我们有一个寺庙 这个寺庙是很特别的 你看到很多大古树 这个是塔布龙子 塔布龙子 哇 全部都过千年的古树 哇 增长到 因为 它是 很多 在寺院 那些石垃里生出来 所以 哇 你看到树根很厉害 老树盆根 哇 盆上天际 这个就是 这个寺院 就一定是一个 很有特色的参观的地方 这一张是 稍后再看 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那个寺院 你会见到 在石垃里 石子里 很多这些树 是滲透了石垃 一边升上去 现在很大很大 就变成了 是 它一个特色 我们当时 去上桌 找一些模特儿摆一下 这个是用的 是吧 这么漂亮的构图 当然摆了 谁知我们一摆 就有人来了 那些警察 所以 管理那些人 他就立刻问我们 就是 你们不能够摆在这儿 不摆在这儿 你们是游客 你们要申请 还有 阿龙做了越南服飾 他也不行 因为他们说 我们不是越南 避免别人以为他去了越南有的地方 搞到我们很不愿快 最后一次去就去 因为摆姿 摆在这儿摆一摆 就被人去管理那些人 就不让我们摆在这儿摆 那就很没忍 对吧 接着他又要警察赶我们 就是要离开这个位置 我们第一次拍得很开心 第二次拍得很开心 最后这一次 就是拍得不开心 离开这间寺院之后 我们每去到一个新的寺院 他们那些管理层 那些工作人员 就站出来看着我们 就是不想我们游戏 什么这么乖 他们全部通知了 结果我们那天就 没有人去拍那些乡村 没办法 别人这样教我们 看古树参天 很多这些大树巾 那些树巾很重要 所以这是它的特色 刚才我说 我们可以拍到这么大的镜 很大的镜 全部都破坏了 那些瘡桑感的字眼 整个垂了 很多垂了 垂了 垂得来很漂亮 你看这个 摆个模特已经很漂亮 是吧 但是我们的模特要走 不给摆 是很特色 你看这些树巾盘着 那个字秒升上天 真的 这个又是特色 有点有点有点 我们唯一不让我们放 那么我们就去圣 那里头去圣 都会拍下小儿子 是吧 捉小孩子 拍下 这些洗澡 不是我们专心计 是他们在洗澡 我们在洗凉的时间,我们在洗凉的时间就静点,精彩点 所以就要他们活潑点,找多四个安排的时间, 你先洗凉吧,那为什么呢? 就玩了,跟肥子汽水下去 刚刚那天也有几个,扮得很漂亮的, 两姐妹和大人小孩都有几个, 看着走出来,在这个乡村穿得这么漂亮, 又说好笑容,所以我们就立刻抓住那几个, 安排他们摆拍一些特色的尼泊尔服饰 开心,小孩也开心,我们就有特别的作品, 挺好的,挺好的,这两个很Q,小孩是不是很Q 我们拍了一阵,不过他家人也拍得不常, 他家人也不喜欢,看到我们又没有钱给, 拍了一阵,他们就走了, 在这些乡哥哥的石骨里面,在这些寺院里面, 全部都颓换败亚,是很特别的, 很多小朋友经常走进去玩, 以前来说,我们在这些寺院里面, 哇,很多小朋友,那些小孩在做什么呢? 他们想有些游客拍摄他们, 给糖果给他们,给钱, 一块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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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买去吃,他们以前很开心, 现在但是寺院,一般来说, 他们已经在管理场上,不让他们进入里面, 初初给他们,我们现在摆拍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悲惨的, 因为战争残留下来,很多问题, 那时候他们卖下了很多炸弹, 真正的波罗炸弹, 在村子的时候,全都抛人来进军, 消灭他们, 有些地方买了很多地方, 那些军队结束了战争之后, 但是那些乡村里面有很多地方, 很多人就中招, 不是军队, 那些村民不过于瘦子踩过, 哇,炸弹了你的脚, 炸弹什么也有, 那些人都挺惨的, 那他们说有些人没有生活, 他们在游客区, 让他们在演唱, 让那些人打赏给他们, 我们又去到平民区, 平民区, 这些平民区, 有游客的, 所以他们买衣服买了一项, 但是我们就觉得, 啊,挺有趣的, 有些小狗和小狗玩, 那我们就拍一下, 拍一下这些, 那些古村的小朋友, 但是始终我们的沟通比较困难, 说的话, 他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沟通比较困难, 所以他们那些小狗, 那些村童, 没有我们在中国那些村童的沟通, 比较有外制一点, 这个就是日落的了, 那些村里, 哎呀, 边缸很漂亮, 我们就拍一下, 他们的生活来的, 这些是吧, 平时的, 什么大, 什么大, 什么大的, 什么住在那里, 聊聊聊, 在这个, 沟哥掘这么多地方, 的建筑, 其实很多都坏了, 你看这些都是, 只会在前面, 里面的屋子都坏了, 只会在这些, 因为有地震, 有地震都坏了很多, 那你随着可以到一个构图, 把模图帮我拍一下, 这些这些乡村呢, 手作呢, 是现场有的, 不是摆拍的, 我们去到, 哇, 他们那些人就是这样, 因为太热了, 一般他们走出去, 他们有一些, 成羊屋在那里做事, 那小朋友没什么做, 吊床法玩, 睡觉, 是这样的生活, 很简单的生活, 那我们有时呢, 我们有一天, 最后一天, 多数就是去这个洞里撒河, 就是游船河, 游船河就是, 游船去吃饭, 游一下这个洞里撒河, 很有趣的, 我们游船呢, 那些人呢, 船家, 都很穷的那些, 背着孩子, 叫孩子呢, 就帮忙卖东西, 拿着香蕉, 有些游客卖香蕉, 这个也是特色的, 那我们又拍一下, 第一次去五哥挖, 真是光影无数, 刚刚看到这个五哥挖,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哇, 有光晒了, 很漂亮, 那时很容易就找到小朋友, 因为他不会再知小朋友去玩, 有一个真人, 我们就请了两个小鸣, 在这里摆摆, 那后面的真人又经过, 又拍了他, 对不对, 那些呢, 昨天交拢也拿了奖, 这个是师姑, 是优利的师姑, 我们在那个构图之中, 因为有耶稣光, 买一摘热香, 他会笑一笑, 哇, 这么漂亮啊, 所以有一些艺术气氛, 这张换了, 后期我们请了, 他有这些人的跳舞, 他穿了那些, 他们的五哥挖的那些衣服, 四个在这里, 就让游客拍张照片, 就收他的钱, 那我们现在不是拍张照片, 我们就请他给钱, 叫他在我们的位置, 像这张这样, 比较很有特色, 这个五哥挖的味道, 刚刚有耶稣光, 我找你, 要找些, 有耶稣光, 就接放他下去, 是吧, 这个阿叔, 我想现在也不在这里了, 哇, 那次去到, 其实他也很辛苦, 他已经碰到, 得咖骨了, 应该两次, 这次冬天, 又要穿上衣服, 那些表情, 那些表情, 正是在头上, 已经是好, 那些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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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一个光影的艺术作品, 这张不是摆拍的, 有些僧人都去欣赏, 参观这个吴波挖,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 那他上去, 我突然又叫一叫, 就是这样, 然后有一个僧人, 另外看一看, 我们就拍了这张, 我最喜欢一个位置, 很多四面佛的位置, 你上去, 黄回去, 光影在四面佛上完全不一样, 我就找到这个,下面的武光道,这个水面坊刚刚有点边缸,晒到那个佛像 然后请了那些僧侣给一些烟鬼来烧,这张作品就是学性高用的 这张是我们自己的导游,阿蓉 所以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大雪的地方 最早期去,早期他们没有控制得那么紧要的影响 早晚他们还没出来,他们的管理员还没出来 7、8天我们走到这里拍,光丫号射到这个位置 所以就用了一段数法,数下数下就当堂起了烟鬼 这个就是最后一次的时间,我们去到乡村那里找上映 这个是一姐,第一个买一姐,世界十月第一名 他们已经去收割了,我这张就找到鱼眼镜去拍摄出来 看着这张就是金边皇宫 这张我们飞机下车的时候,这里是金边皇宫 纯粹是观光,这里太过新正,在金边的地方 真是藝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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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没有 如果我们再不拍就没有拍摄了,因为太阳下山了 所以就在那里,下车在圈穿下那里 找小孩子拍摄这几张边缸的作品 这张也是在那里,在那里洗澡 好了,吴光的作品,我先介绍这里 继续,我给一些比较有艺术性的 我们香港的有点,我觉得是有东西学的作品 给大家看,这两张是我们前任务长杨兆全 在中环拍摄老衣车的老人家 他每天都在那里和人们补衫衣服,车衫 你现在去到那里都应该还在那里 这个位置有什么好处呢? 很多人在石板街逛逛,所以有动义症,有心动 这些香港作品,你不要以为香港没有影,香港会找位,会找到那些旧的东西 你一样是很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另一张,当时旺博站,大家认识地铁 当时竟然有一个婆婆在弹弦琴,但是呢 范旺时间,那些人出门入门,他很厉害 全哥,全少,他就趁这个时刻动了个架就在路人街的后面 慢一点的门拍,他又不动,所以就成态 旁边走的人就有了动态的感觉 给大家看这张新会少见的作品 因为这些新会的一些作品我们拍过一次,第二次没有 尤其现在这些攀散厂 越开越少,而且他们的染污河越开到在荣村里面 很难找得到 那次苏彦轩先生大约就说 我刚去过就遇到这个散厂 这个是做葵线的厂 你看葵线的厂,搬出来 接着它叠到一把线的形状,然后将它造成一个葵线 现在这些葵线都是用来做工艺品的,更贵 以前人人一手,没有那些线的时间 时代不同 新会四会,三水四会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特色的东西 现在这个是四会造纸厂 造纸其实很多人就靠做纸找食 尤其是做盐宝 你们中国人买成一个,我也要 这些盐宝纸都是用古老的造纸方法 将粥液液液液打到霉 然后倒进水缸 然后有一个过滤网浮一下 很薄很薄 就一块纸出来,即是盐宝出来 然后曬干它,就变成了盐宝 这个盐宝厂真的很有特别 全部老工人在包装的时候 他们要盐宝20张,包好之后 又要整理得好齐 整理得好齐 两个老工人在这边合力在做工作 这个共力,是一个数 20张一大,20张一大 整理好之后 然后一桶一包装住 一桶一桶,包好 构图很有趣 其实它的构图不是这样,不过我们拍照的效果更好 我们做一句,将原本和它围成一个湖园 老人家在里面做事要一个写实工作 四汇和三水是同一线,可惜现在三水的场合全部都拆掉 这些污染的环境现在不可以做 因为这些鵝仔,放出来有很多鵝屎,全都拆掉了 全都拆掉了糖,染污得很厉害 我真的有很多好的作品 最初我这三水的港罗一出金牌銀牌六牌 最早拍了很多大奖 这张也是安排拍的,气氛很好 四汇和三瓷厂,我们看到有些渠在里面 这些鸭鸭势就是鸭鸭在经过 四个小饭童又听话说,你去趕鸭势吧 他在水帮我趕鸭势,挺好的气氛 这张沙龙也拿了一奖 这张也是,这张也拿得好 这是造纸厂,跟着我们去一个专厂 在造纸厂到这里要三个多小时,但值得 因为这个图纸厂拿了很多作品 很漂亮的作品,这张一出又拿了一奖 因为光影很漂亮,排序得很漂亮 好了,还有一个因为佛弹 刚刚过了,早两天佛弹 我又找回几张佛弹和太平征照 这些佛弹特色作品给大家看 现在这几张佛弹就是在澳门的聚用 因为在国内的中山聚用 以前已经给大家看过很多 现在不给大家看 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山聚用之前 我们也有搞去佛弹 澳门已经半天上 因为他没有上咒,没有完就收工了 不会没有成天的 他们的演出是十分精彩 因为太多小影和发色人 是去看他们的表演 整整他们都熟悉了 任你拍摄,还要摆下姿势 摆下姿势,摆下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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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出了很多沙龙的作品 摆下姿势,摆下姿势 摆下姿势,摆下姿势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他们每次有些大型的节目 他们要走出表演 我又给了一张佛旦时间 太平征照 因为我不是主要讲这些 但这两天佛旦 我又要给几张特色的作品 太平征照最后一个节目 其实黄昏的时间 在这个位置 他们每个人 在最后一天 他们只能摆下姿势 摆下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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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过去两年 真的可以给你们去太平征照 你不妨留意在这个位置 一定会有好作品 出来 好了 我今天讲的胡国国 兼有几张特色的佛旦作品 给大家欣赏完了 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 星期五 下星期再见 拜拜